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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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一行五人 亦的是某種刺痛情形 她們是遭到瘋症 有些過敏和休克的狀況 其中上人的狀況相對是比較穩定的 有一個個案是有休克 而且現在的生命象徵是稍微有一點危險 我們現場的醫師給予一些急救 跟生療的藥物還有抗過敏的藥物先做治療 那目前这4名患者都持续在观察中 伤者到孕后仍然惊魂未定 案发现场都是蜜蜂 突然就飞起来攻击他们 全身都被咬完全不敢动 没有我们那个是静静的从他的旁边过 想要不要惊恼他走过去 因为他那个路是那个小小的路 结果他们还是都 由于案发地点在基隆和新北交界处 新北东宝处中午前往巡查 并在下午3点半找到土蜂完成栽除作业 土蜂大部分都在地上 如果遇到的话差不多20 30公尺的话 有看到一堆土很新 挖出来很新鲜的土 我们尽量就不要靠近 赶快撤离 不然的话它那个蜜蜂的话 它人一靠近我们身上有体味 还有穿黑色的 它最喜欢钉黑色的 所以最危险就是黑色的 衣服帽子 针对黑色的什么风都一样 所以尽量要避免 去穿上的话 逼不得已去的话 真的要不要穿到黑色的 东宝处也强调 秋季为斧头风 繁殖旗最为凶猛 攻击性最高 呼吁民众不要前往 人烟罕至 从林区 避免惊扰到风群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为了提升市公车司机服务态度和品质 机动市长谢国良在青年事务委员会议上表示 除了对服务表现优良的公车司机奖励之外 10月开始如果1999接到客宿公车司机的电话 市政府将会调车上影片进行判断 如果属实将公布司机信事和影片给予惩处 为了提升市公车司机服务态度和品质 我现在就叫他们只要有1999的客宿 我就叫要把影片调出来 然后我们就判断了 然后我还要求只要1999的客宿 这个影片我办公室就要看到了 军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只要判断说这个是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示范 所以我们10月就要开始了 然后我们就还在判断说 他做的对不对 还是说两兆 就像你刚才讲的两兆 那这两兆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客宿是有 这个客宿是有到底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会把这个画面 跟这个路线 跟这个司机的信不公布名 把它直接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10月份开始我们就会说 我们有拿到几个客宿 包括这条线的什么 理性司机或性司机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态度不好 我不要替你们扛 那我们不是只有承 如果有他讲好的 我们也会给他讲 所以最近我们搭的新闻港里面 如果媒体朋友会注意到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讲的部分 但是我们10月份开始 我们是讲承的部分 都会开始有 那因为公车一个车 就在好几十个人 所以他的好与不好 好几十个人都感受得到 市长强调 一辆公车承载好几十位民众 如果公车司机态度不好 影响对市政府的观感 市政府没有必要帮忙承担 因此10月开始 对于市公车司机的表现 不只有奖励 也会有陈处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特别拜访市政府参加 由市长谢国良主持的交流座谈会 并且邀请乔治亚理工学院 亚太区执行长詹斯敦 分享国际物流与供应链发展趋势 谢国良表示 短长期都订定有合作计划 期盼引进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课程 引领基隆物流及供应链产业发展 这次合作主要有两个方向 短期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研讨会后 就可以跟乔治亚洲理工学院合作 这些对于这些专业人士 有协助有帮助的相关课程 长期因为基隆港是我们台北的国门 也是航运过运的一个重镇 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 所以我们也希望 它的一些知识跟规划 所以这几天他会陆续拜访 重要的航运企业港务局等等 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公开的会议 我们昨天也接待了他 让他看了一下基隆港 亲自接待来访的 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市长谢国良谈到 未来将引进国际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课程 协助基隆航运界和物流产业链 相关人员参与培训课程 进而提升产业人士专业能力 教授的意思是说 2024年开始的10年 我们到底要怎么推动 未来的供应链物流的发展 而不是用未来的30年 过去的技术跟逻辑去看待 那希望能够在这次讨论 可以成为未来这个基隆发展 供应链物流的一个国家 乔治亚理工学院 亚太区执行长 曾石顿 特别提到 PI实体物联网未来趋势 实体物联网就是来帮助 台湾整个的物流供应链 从货车 卡车 仓库 有办法通过共享的机制 然后通过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从效率 从这个减少盼台放 以及增加供应链任性的角度 去架构下一个时代的 物流供应链的一个大环境体系 另外一个简称 大家都有用过Uber 都用过这个Airbnb Uber的诞生 如果想像用优步的这个模式 放载套载货运跟卡车 在台湾在运作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货车 在台湾上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 其实将近一半以上 他们的使用率只有不到30%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透过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网络 可以共享 共配的机制化 可以减少物软 可以增加共配 减少成本 增加每个企业的竞争力 这是实体物联网架构的第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从基隆开始 去推动这个思维想法的话 我们将有办法把基隆港 过去40、50年前这种的荣景 在接下来连接到 未来20年跟30年部分的话 从基隆出发 然后把这样的概念建立台湾最棒的RINE 共用电污油的RINE市场 但是我过去跟现在都在新 应该说我现在正在新学的一个新的知识 以及去理解这个知识 是否能够应用在基隆 让我们基隆的产业能够升级 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一次的目的 那也欢迎各位业界朋友 跟我们基隆一起来努力来思考 那我们也希望跟Georgia Tech 能够有高等教育课程上的合作 跟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研发 这样子的策略的一个未来的共同合作 市长谢国良强调 面对日新月一的产业变迁 座谈会之后 期望校方能够提供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课程 协助基隆航运运输等供应链 开创另一番新的荣景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结合善心人士刘先生 连续五年制证月饼礼盒 给仁爱、信义、成功和南龙 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今年的中秋节 总共制证一百盒月饼 让孩子们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过中秋 任后月饼双重爱心 双重爱心抛砖引玉 中秋节快到了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号召下 包括联合慈辉以及凤凰三个狮子会 和红生意以及红鹤土木包工业两家公司 共同以十一万两千多元 认购基隆市聋亚福利协进会 手工制作的四百盒中秋月饼 再转赠给社会处发送给弱势家庭 今天非常感谢联合狮子会 慈辉狮子会以及凤凰狮子会 市聋亚福利协进会和社会处颁赠感谢状感谢大家 由联合狮子会长郑建明 慈辉狮子会长倪富美以及凤凰狮子会长吴美英 和红生意及红鹤土木包工业两家公司代表姜炳卫 分别代表收下凤凰狮子有的市议员和赎品参与 也见证民间团体和企业满满的爱心 中秋节要到了 然后我们凤凰狮子会也响应认购月饼的活动 我们凤凰狮子会认购了一万元 那凤凰狮子会跟其他的公益团体 我们共同认购了四百盒 募得的金额十一万两千余元 所以说在这里呢 在中秋节的前夕 除了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以外 也感谢各界的爱心 社会处也呼吁社会各界可以选购本市 其他弱势团体的手工产品 作为中秋贺礼 将爱心化为实际帮助做工艺 让中秋节更有意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市长谢果良来到龙亚福利协进会 体验做月饼 亲自擀饼皮 再包进蛋黄酥的馅料 也呼吁社会大众支持社福团体 首做的中秋月饼 市长您工忙 对 对 我们龙亚学会做的月饼 对 那请市长多么 好 假如可以有机会发挥爱心 来更多跟我们龙亚福利协进会 来采购更多的月饼 使得我就说常吃的 我常说的小吃店的老板 他要请他去送个餐 弄个抹布 小吃店的老板可能都要再三的考虑 因为沟通不易 因为他听不到 可是其实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比如说他们像做月饼 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每个吃过的人都说很好很赞 深藏弱势团体在生活上许多面向 需要大家的重视与关心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明年也有进一步的相关规划 那另外我在明年度 我有安排了一个社福大楼的一个计划 我是希望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团体 能够让他们比较集中的能够办公 休息 还有有一些寓教娱乐等等 那个地点会在中正区比较靠正兵营会大楼的附近 准备好的时候 希望再来欢迎我们这几位协会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入住 市长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德政跟美德 能够让我们深藏者能够集合在一起 因为每个协会他的空间可能都不够 那他现在呢市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大楼 让我们能够使用的话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让会员多了更多的一个空间 可以来使用 能够也能够增加我们的课程的一个量 还有值的方面 市长谢国良相当肯定聋亚协会制作月饼的用心 也推荐几随损伤者协会的手工皮质饰瓶礼盒 慎友协会的手工拼布礼盒 呼吁大家踊跃选购 传递中秋祝福之外 也给予深藏弱势团体实质的支持和鼓励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优优独特样貌 一窥三窥六花心 胖一窥三开给阿卫 一窥三开给阿卫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飞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的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音机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要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飞 老家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力量 哎哟 真厉害啊 哎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要你抽烟的人 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事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 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 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 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立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盆栽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栓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脚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拿到月饼的成功国小 弱势学童们 感谢基隆市议会 议长童子伟的 关怀和爱心 中秋节快到了 基隆市议会 议长童子伟 结合善心人士刘先生 已经连续五年 制赠月饼礼盒给仁爱 信义成功和南龙 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今年的中秋节 总共制赠一百盒的月饼 让孩子们带回家 和家人一起团圆过中秋 其实社会上 有很多愿意帮助 社会的人 只是没有一个 适合的管道 刚好就是五年前 议长他开始参选公职开始 那他跟我声聊了以后 我深受他的感召 而且我也觉得 想做的事情 终于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出口可以去实现 所以就借由议长来 达成这样的一个善行 我觉得民意代表 不只是接受民众的诚情 以及抗议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事情 其实对于行善这件事情 我们也非常的 可以透过民意代表来为我们实现 每个人心中 那个小小的善念 每一年三节 都是特别致政离合 让他们带回家 跟妈妈爸爸 或家里的人一起分享 我想这份感动 跟这份善心 不是我们所看到表面 只有譬如说一些病 一个离合 其实真正发自他的善念 他透过我 其实卷助了非常多的单位 非常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我对他一直都非常感动 虽然他看起来 不像善良的人 但是只是外观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帮助非常多的人 所以一直都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感动 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让更多社会的善心人士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回馈社会 我想是清安工给我们 基本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那也是我们名义代表 从政的一个初衷 四个学校的校长和代表 也回赠感谢牌给 刘先生和议长童子伟 成功国小校长 代表四个学校的弱势学童们 表达由衷的感谢 有成功国小 还有仁爱国小 南荣国小 以及那个心意国小 非常的感谢我们 童子伟议长 还有刘丹先生 这五年来呢 三节都特别准备了 很温馨的礼物呢 来送给这些 弱势家庭的孩子们 让他们呢 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家节 非常感谢 其实不止中秋节一年重要的三个节日 善心人士刘先生和议长童子伟 已经连续五年都会致政礼盒 有时还会在家政礼劝 就是希望让弱势孩子们 可以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和爱心 中秋节前夕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在长龙桂冠酒店 举办现场征裁活动 总共有43家厂商提供1407个职缺 吸引许多求职民众求往参加 另外就业中心也提醒 想要再度就业的妇女朋友 可以向就业中心申请奖励金 一旦二度就业成功 就可以获得3万元的奖励金 许多想要求职找工作的民众 在不同的求财厂商柜台前面是 这是中秋节前夕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在长龙桂冠酒店 举办现场征裁活动 总共有43家厂商提供1407个职缺 而就业中心也提醒 想要再就业的妇女朋友 9月份开始有一个 妇女再就业的计划可以申请 一旦再度就业成功 就可以获得3万元的奖励金 目前我们在9月份开始 我们有一个妇女再就业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二度就业的妇女 那什么叫做二度就业妇女呢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因素啊 结婚生子或是照顾家里的人 导致她暂时的离开了职场 那这部分她如果说有离开职场 超过6个月那之后经由我们的推介 继续进入我们的职场化 她能够稳定就业3个月90日 我们就会有给她的再就业的奖励 3万元 那这个计划呢 主要就是鼓励我们的二度就业的妇女 赶快能够进入我们的职场 继续在我们职场上工作 而市议员吴华嘉也到现场参加这个活动 对于有厂商积极要开发银法族重新就业 表示支持和赞同 因为银法族的就业人口 他可能会有就是工时的问题 体力上的问题还有技术上的问题 这些层面其实各个企业 现在也都在想方设法的 就是有一个新的工作规划 然后呢来争取我们银法族的就业市场 那希望呢可以让大家都能走出来呢 带动我们台湾的生产力 机动就业中心指出 总共有876位民众参加这次真彩活动 有812人次投递履历 初步媒合成功417人次 媒合率51% 记者吴俊松机动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并Am物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先念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卫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胃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一局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啰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也必须保持 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继续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成灾机车放在绿角纳上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